我们出门前把顶上的那天半夜铺的东西都拿下来了 包括这里拿下来了 然后给大家看看 晚上看不见 白天能看见了 你看这是水管 这是电线 然后看看 就是从我们朋友的二楼挂下来的 其实如果小区真的就是这种布局的 大家买个房车挂在自己楼下 还是特别方便的 你看水电无忧 我们在这住了五六天 还是很舒服的 唯一稍微有点影响的就是这棵树下面 因为经常会有东西掉下来 所以那天我们半夜就把这个东西垫上了 自从垫上以后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就特别安静 睡的就特别好 然后把这个也扯下来 哎 很快就扯下来 这个环境还是真不错 一个停车位就可以搞定 他们这个小区真的是太多的榕树了 这一排排全是榕树 因为他们这个小区时间有点久了 好多年了就是 然后整个小区的绿化特别好 这棵树有那么大 就是老从上面掉东西下来 挺凉快的 但是没有办法照到太阳 就不能有太阳能了 幸亏又接上电了 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收拾完了 算要离开广州 我们逛了整个广州市 去买了好看的太阳镜 又便宜又好看 然后呢也买了很多别的东西 我们好朋友带我们去吃了很多广州的美食 但是都没有拍 因为都在聊天嘛 哪边的车位移开 从这里把这个车子往外移 后面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就是要直着往外移才行 这两天垫着这个砖头垫了好几天了 因为这个路不够宽 你看我们停在这个上面 这一半是停在这个上面的 所以它有这个高低的坡度 一步器夹好了的 夹好了 嗯 出来了就后面就出来没关系 对你转吧 你这边小心一点 垫着个石头吧 这个石头 等一下让它先过吧 往后倒一倒前 往前走靠边就好了 好了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全部弄好了 出发 走了 谢谢啦 小黑同学我们邻居 大小应该叫 大小哦 五岁开始一起打架的那种关系 刚才还开太阳呢 现在又感觉像快要下雨的样子 收费站了好像要 收费站了好像要 前面就是珠海 珠海收费站 然后离我们的目的地 好像就只有15公里了 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目的地了 还有10公里 还有10公里 嗯 得过跨海大桥 哦 小鸡鸡 我们马上到了 不许弄啊 不许弄啊 闻什么呢 没事 闻一闻就闻一闻 Tony Tony不乖的啊 马上就到了啊 我这样呢 那干啥啊 回去吧 到后面去 这两天刚给他剪过毛 马上就清秀了 看这环境还不错 应该就在前面 对这个里面 你看里面有扣车们好多房车 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子卸好了 然后呢 位置就打算停在这里 你看前面就有一台清风 还有这个有一个820海姆的 都是高端车呀 我们把水电全部都接上了 你看这个水箱水已经加满了 刚刚加满 然后关键还给我的房车 给我的前车也冲上电了 在有水有电的地方就是这么好 这个呢 其实属于是我们这个库舍曼品牌 他们在珠海这个地方弄的一个停车场 然后弄了一个营地 就是把这里承包了一部分 比方说把这一片承包了 然后呢 就是专门供车友情靠的 然后有水有电 挺好的 然后我们的对面就是大海 但是这里的海呢 因为可能它是珠江的汇流地 就是入海口 所以它的水呢不是很 它的水气有点黄 就跟我们南方老家一样 说偶尔如果没有大风的情况下 可能没有那么黄啊 大多数情况会有点黄 就是风大浪大的时候就特别黄 然后这是我们的位置 如果这两天要是想搭帐篷呢 也能搭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有那么多地方 就是可以挂出来的 搭个帐篷也是可以的 旁边又有树叶什么遮挡一下 挺好的一个位置 挺不错的 我们在这里可以好好的住几天 或者有水有电的日子 虽然我们在广州也是有水有电 但是相对来讲 这个环境肯定比在广州 墙不少 因为这边景色好 而且还面朝大海 太爽了